那T減定就是当你的母体的Sigma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T減定 那最好当样本是要取随机的 母体就是你的取样数最好也大于30 那如果当你取样数不够的时候 你最好母体也要是常态或接近常态 这都是一些基本概念 好,来看一个例子 来,早晚念 文子杰,来,念一下 一位研究研究的研究 当时在西南病州的一家医院平均 每周院内感染人数为16.3% 由一组十周的随机样本发现 平均感染人数为17.7% 样本标准差是1.8% 有足够的身居在 有差法的对于0.05%之下 拒绝在研究人员的处理上吗 假设是我们常态的人数 好,所以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一个题目 他特别有告诉你 因为他样本标准差现在是告诉你的 那这个样本标准差告诉你的话 当然他没有告诉你母体标准差 所以当然就是用T检定 那他的这个 他主张,重点,你看他的主张是什么 他的主张是 是16.3人 但是他发现他的样本是17.7人 那这样子的话他要拒绝他的主张 要不要拒绝他的主张 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第一步 你看这个时候他的虚无假设是什么 他虚无假设是等于 我们说过虚无假设都是等于 那刚才说他的主张是 他的主张是说这个平均的感染人数是 平均的感染人数是多少 是多少就是等于多少 所以变成等号是他的主张 所以虚无假设变成是他的主张 所以我们说过一般来说 研究假设是把他的主张放在对立假设 但这个例子里面就告诉你 他的主张是等于 所以他是虚无假设 那当然他的对立假设 因为对立假设他只是说 在α等于0.05之下拒绝他的主张 那拒绝他的主张 他也没有说他是大于或小于 所以当然就不等于嘛 所以要这样子去判断 所以从文字上你要转换成这个假设 转换成这个所谓的假设主张 假设的这个论述 跟他的主张你要把它写出 所以h0是μ等于16.3是他的主张 h1是μ不等于16.3 这是他的对立假设 那用t减定的话一样α0.05 那自由度是多好 因为他刚刚说是10个嘛 10个人所以他自由度是9 那你可以下指令 可以去找 而且这个可以直接下 t.invert.2t 直接可以算出他的 左右的临界值是正负2.62 好那接下来做他的减定值 t 是s bar-mu 除以s2 跟号n s bar是多少 刚提供的资讯是17.7 那mu是16.3 那s呢 告诉你啦 是1.8更号10 因为有10个样本 所以算出来t值是2.46 好那接下来 第三个 第四个步骤 就在比较2.46 跟这个2.6 2.262 那怎么样 2.462是比较右边 那2.262是比较左边 所以他是落在什么 落在拒绝域 落在拒绝域 那既然是落在拒绝域 所以接下来我们最后的summary 就是说有足够的证据来拒绝 不是只是课本 有时候都写错了 有足够证据来拒绝这个平均的感染人数 是16.3人 为什么 因为你原先的主张 所以代表他的主张是被什么 被 被驳回的那种感觉 然后 因为他的研究主张是认为是16.3 那你现在做出来的结果 取样出来的结果 这个样本告诉你 他的这个感染的人数 其实是远超过这个 远超过16.3的 因为他超过他的这个什么 t value 他的t value 超过他的critical value 减定临界值 2.262 所以当然就是拒绝虚无假设 懂不懂 所以这个t减定跟g减定 差不多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好 再来 方卫庭 这是多号 不是点号 这是79 79 你还在79 对不起 7万 7万 有一位 一座 7万 减定分 1万 2千 500 美元 一座 选 8 刚 开始工作的故事样本 而且他们的薪水 月圆 字幕下 手势 大概R 半 等于0.1 以后下 有足够的真具支持 支持 严重者的主张 那 假设你 实际上太分配 好 OK 他怎麼唸得這麼哩哩啦啦 不習慣朗讀是不是 好 美國的護士好不好賺 這樣看起來 這是剛入手的 新手的護士 7萬9 假設是7萬9 或7萬9500 7萬9500 換成台幣多少錢 我們把它算成8萬好了 8萬30 240 哇醫生 年薪啦月薪 月薪還得了 月薪你可以去當川普 所以台灣其實是有人到美國去當護士的 你們知道嗎 是有人在 也不是說仲介啦 就有人在做這方面的 代理他們申請 但是在美國從事醫療行業 其實是需要非常嚴格的一個 license 的取得 所以像我老傑 我老傑是在美國 他以前是讀 讀那個藥學系嘛 他台灣已經考上藥師 台灣的藥師沒有辦法直接拿去那邊換 不像那個 就是 你們支持 我不曉得你們出國 就是說 像台灣 如果要到美國去開車 你可以在台灣的駕照去換一個所謂的國際駕照 然後在美國 他就可以接手了 大部分的州都可以接手 但還是有一些州 他認為不行 反正是可以直接換 但是醫療工作的這部分 他就非常嚴格 所以像台灣的藥師 你一定要先取得台灣的這個藥劑師執照 然後到美國 他還要去考三個考試 他有所謂的 有州的藥師考試 然後還有聯邦的藥師考試 然後再考一個不知道什麼考試 所以總共要考三關 過了你才有辦法取得美國的藥師執照 然後去職業 那護士也是一樣 護士 當然他們其中考試還要考 因為針對是外國人 所以他還要考他的托福 那托福不是只有考Retang什麼 他還要考Speaking 還要考Speaking 因為你總是要跟人家溝通 你如果醫護人員英文都講不通 你怎麼去跟人家 如果護士英文都不會講 你怎麼去跟你的病患做溝通對不對 所以他還有一個英文的這些溝通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其實他們的薪水是不錯 對不對 79500 而且是起薪 對不對 所以eventually他可能搞不好 會到達十幾萬 所以在美國從事醫療工作 是還滿不錯的配 但是 而且所以很多亞洲醫的 亞洲醫的家庭 都會希望他們小朋友去 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當然不過要程度夠好 因為畢竟美國的醫療 就是你要考進這種醫學院的東西 當然 分數也是滿高的 好 那不過為什麼他們會希望台灣的 或者說其他國家的人去美國當護士 原因跟我們台灣需要外勞一樣 我們為什麼台灣需要外勞 缺人啊 那缺人代表什麼意思 美國難道沒有人嗎 那台灣難道沒有人嗎 台灣為什麼需要外勞 沒有人要做啊 對不對 那所以一樣啊 美國沒有人要做護士啊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這個太辛苦了 那其實對我們 能夠吃苦耐勞的亞洲人來說 這種辛苦應該不算什麼 所以其實是如果有機會的話是可以去的 所以你們當然啊 也不是說 因為你還是要有一些護理的背景 才有機會去考 我們戲單是絕對不可能 那anyway 他跟你一個數據是這樣 那他的這個 所以根據你的這個描述 你接下來一樣 步驟 所以你要先把你的假設 先把它講出來 然後你的主張是什麼 所以你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是等號 所以是等於79500 那他的主張是什麼 他的主張他認為說 研究者希望檢定平均其心低於這個他的主張 所以他是低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的研究主張是放在對立角色 而且是μ小於79500 所以這是左偉的檢定 好 左偉的檢定 所以α等於0.1的情況下 有8幾個數據 2 4 6 8 8個數據 所以自由度只有7而已 自由度7 算出來的零界值是-1.415 這個零界值算 知道 這時候用T-invert 用T-invert去算 那 算出來的這個零界值 是用T-減定的那個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 再算他的減定值 那減定值的話 這時候他沒有給你什麼 直接沒有 他沒有給你樣本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那當然你就要自己算嘛 對不對 那當然也不是自己算 你用Excel下一個公式馬上可以算出來 他的S-Bar跟他的Standard Deviation 只不過再次提醒 這邊的Standard Deviation是要用什麼 要用樣本的Standard Deviation公式 Excel的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本來公式就分兩個 母體的Standard Deviation跟樣本的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你下指令 下Excel指令也要跟著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樣本的 不要搞錯 算出來之後 就代入T減定的Test Value 用S-Bar-mu 7151150這個東西 減去79500 然後再除以這個S 這個是樣本的 標準差 除以根號N8 算出來是-1.773 接下來當然就是第四個步驟 就比這個跟這個 所以哪一個 這兩個數值是T比較小 它的臨界值比較大 所以它是落在它的左邊 所以當然都會怎麼樣 落在拒絕域 落在拒絕域 那既然是落在拒絕域 你最後的主張 最後的結論 主張 結論就是說有足夠證據支持 它是低於795 所以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其實也還不錯 對不對 至少算起來這個值是到75000 75000其實也是 應該也是百萬幾 兩百萬幾的 所以都還不錯 可以考慮看看 那再來看 這體好像只是算它的這個P-Value 所以同樣的 T減定也可以用P-Value去做 我們剛剛說過 Z減定可以用P-Value 那T減定一樣也是可以用P-Value 因為只不過方法稍微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它一個是 看它的quitical value 那對P-Value 它就不用去算它的quitical value 它直接用它的面積 用機率的面積去看它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它這邊說 它已經告訴你 T減定的值是2.056了 所以它的減定值是2.056 那樣本數是11的時候 那你要對應去反算它的P-Value 這知道意思嗎 這個時候要去算它的P-Value 就是它告訴你的減定值是 就是已經告訴你減定值了 它告訴你的減定值是 是2.056 2.056是它的減定值 那減定值的話就是放在這邊 是橫軸 2.056 那樣本數是11 那是幼尾減定的時候 那你要鑑定它的P值是多少 所以 當你的T是2.056的時候 它在這邊 那我現在要減定它的P-Value 那P-Value就是什麼 就這塊面積啊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就是它的P-Value 好 那所以這時候你要下什麼公式 這時候你要下的公式叫 T.Dist 就是它的Dist 這時候不是一個Invert T.Dist 然後它這邊還告訴你RT 因為它是幼尾減定 所以它還多了這個功能 它可以把幼尾的部分算出來 所以T.Dist 然後呢 幼尾減定是2.056 所以它會直接告訴你 它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是多少 當然自由度要注意 樣本是11的話 你的自由度變10 所以算出來的P 是等於0.0334 0.0334 懂不懂 所以2.056照理說 如果按照它的Dist 來說 它的原來的理論上 如果你真正去算它的面積 如果按照正常Dist 累積 它是從這邊往右邊去算它的面積 理論上它應該是算這一塊面積 對不對 理論上它應該算出這塊面積 然後再用1 去扣掉這塊面積 才會變成這個 藍色的這塊面積 是不是這樣 那現在因為 這個Excel它已經內建 正好就給你一個RT 告訴你這個 right hand side的減定的值 所以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還要再去 算它的這個紅色的面積 再用1去扣掉 所以這邊直接用T.Dist.RT 那你直接只要把這個 減定的值 T value的 T值 T值 再搭配樣本數 減1 變自由度 就可以算出它的P value 好 那當然這個 那這個時候 反正這時候 如果你P是0.0 0.0334 那你又是 幼微減定 幼微減定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 α告訴你是 0.05 那這時候 要不要拒絕 虛無假設 P算出來 如果是0.0334 那我的α是0.05 那要不要拒絕 要不要拒絕 拒絕 不拒絕 莎士比亞 那句話叫什麼 莎士比亞 to be or not to be 然後呢 那接下來 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 拒絕不拒絕 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的確是問題 你們要選擇 要不要拒絕 如果α是 0.0334 剛這邊的 剛這邊的 p value 算出來 是0.0334 這邊是 0.0334 這邊是 那我現在 我是 右半邊 0.0334 0.035 比它大 所以它的面積應該比它大 所以 它這個 t等於2.056 會落在 α等於0.05的 什麼 右半邊 所以它是落在什麼 域 拒絕域 所以要拒絕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今天 alpha 現在alpha 變成是 0.01 這時候p value 是0.0334 要不要拒絕 就不要拒絕了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因為 0.01比較小 所以在這邊 那我的p 今天 2.056 它對應的是 0.0334 0.0334 這塊面積比 比0.001大 所以它就落在左邊 那落在左邊 所以就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就不拒絕了 好 OK 讓清楚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查表 那查表 我就自己回去看看 好 同樣的 t-d 只是2.983 樣本數是6 是雙圍 那它的p p值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它 那它 也有一個 現成的t 大的dist 大的2t 它這個 蠻不錯的 因為t減定 常常在用在左尾 右尾 所以它 特別設定了這個rt 跟2t 那2t 就代表雙圍減定的值 那這時候 2.983 代應去樣本數 所以算出來它的p value 是0.030 0.030694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這個都很簡單 好 我們來直接看例子 黃永葵 來請念 你是怎樣 你喉嚨 聲音怎麼好像怪怪的 我好像等大人 你在等大人 我等小孩吧 你是 你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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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主張是什麼 超過平均 超過平均 那 成年人的平均 它有告訴你 36.7 那它的這個 15位已經知道平均數多少 標準差 所以這個標準差 是來自於樣本的標準差 所以當然就用t檢定 所以一樣 乘數假設 確定主張 所以虛無假設 μ是等於36.7 這是它的攝取量 那它認為它會多於它 研究者主張 所以μ是大於36.7 那 這時候我們是用什麼 他沒有特別講 我們這時候用p value 用p值法 這個地方是用p value方法 那用p value方法 你就這時候 就不用先去找出 它的critical value 不用先去找出它的檢定 那個 那個叫什麼 臨界值 先不用找它的臨界值 不用找它的臨界值 你就直接先去算它的t值 算出它的t值 那這個t值呢 就按照剛才它給你的 那個樣本的平均數 減去它的母體假設的平均數 再除以s也知道了 6除以有15個人 幹號15 算出來t是2.517 那2.517算出來之後 對不對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去算這個 2.517所對應的p value 所以第三個步驟 就是求p value 那這個p value 就是剛才的算法 因為這個是右微減定 大於是右微減定 所以是t.thist.rt 用right hand side 然後呢 2.517帶進去 那自由度是15-1變14 算出來p value是0.01232 那我們的alpha是多少 alpha是0.05 alpha是0.05 所以0.05大還是0.01232大 當然是0.05大 所以0.05大 所以代表這邊是右微減定 所以你的這個t值就會落在 右邊更右邊 更右邊就是落在什麼 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可以拒絕虛無假設 那拒絕虛無假設 因為是p小於alpha p小於alpha所以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代表我們支持慢跑者的這個 這個攝氧量是超過 所以我們的h1 這個對立假設 主張是成立的 就這樣 OK 好 這個回去自己看 好 我們接下來看是比例的z減定 那這個講到比例就不要記得 不是不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 就一定要記得什麼 binomial distribution 二項分配 還記得二項分配嗎 二項分配就是yes or no 對不對 二項分配 那它的比例是多少 那當你在檢定這個比例的時候 接下來這個就很快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剛才的平均是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它現在是換成是比例 所以都是同樣是假設檢定 只不過它現在檢定的值 不是看平均數 它取樣出來不是看平均數 它取樣出來看它的比例 看這個樣本的比例 其實跟母體的比例的關係 那 當然這個比例的概念 我剛說是跟二項分配有關係 所以 二項分配 如果這邊講的東西有點不熟 其實都是跟二項分配有關係 所以回去再看一下那個 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東西 好 它的檢定出來 就是 在做這種比例檢定的 假設檢定的時候 它還是需要一個檢定值 那這個檢定值 它也是會用z值的概念來算它 也是用標準分數看它 那怎麼算呢 它其實也是用它的什麼 觀測值減去期待值 有沒有記得我們剛剛說過 它的一般性的公式 觀測值減去期待值除以什麼 標準物 對不對 就是它的那個檢定值嘛 所以我們的觀測值就是p hat 就是p hat p hat就是樣本的比例 就是n分之x 取樣數 就是它的多好是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多好比例是成功 多好比例是失敗 所以樣本的比例是n分之xp hat 那p就是母體的比例 那兩個相減 再除以它的標準物 那這個標準物呢 是根號pq除以n 根號pq除以n 這個跟我們的 因為這個也是取樣出來的結果 所以它也是類似是sigma 除以根號n的概念 那我們如果是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的這個standard deviation是 根號npq嘛 所以再除以n的話就是 類似就變成是根號pq除以n 懂不懂 所以這個是標準物 這是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標準物 那你在做這個檢定比例的概念也是一樣 要隨機取樣嘛 然後呢它是滿足binomial experiment 我們二項實驗的條件 什麼是二項實驗呢 看第五章 前後都要對應去看 而且我們上次說 因為你要滿足二項實驗接近常態 所以n乘以p或是n乘以q p是代表成功的機率 q是代表失敗的機率 那n是取樣數 所以np跟nq最好都要大於 不是最好 就一定要大於等於5 一定都要大於等於5 OK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例子 因為我們重點就是在這個 z減定的這個值 這個值怎麼算 再看一遍 p hat減去p 觀測值減去期待值 再除以標準物 標準物是根號pq除以n 根號pq除以n 好啦 那只要知道這個公式 我們接下來就直接可以看例子 來 來 郭家瑋 所以當然 你光看這個題目你就知道 因為它是一個17% 所以既然是percent的話 既然是percent 所以就是比例嘛 所以這不是平均了 這不是平均 這時候是比例的概念 那 那從 那這個跟疾管局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知道 反正 肥胖可能也是比例的概念 也是不好啦 這種變歲它是跟疾管局有關 17%是肥胖 2到19歲 2到19歲是肥胖 那你覺得台灣呢 台灣你如果大約這樣觀察 2到19歲應該就是從 幼稚園小班到大一 肥胖的機率有沒有那麼高 17% 我現在放眼看過去各位 好像沒有很胖的 你摸它什麼意思 你摸它是代表它算肥胖 你摸它是代表它算肥胖嗎 肥胖它應該有一些嚴謹的定義 所以 所以看起來好像沒有 比例沒那麼高啦 對不對 你在罵 我有聽到你在罵 所以就是 四十分之一 或者是那個比例是很低的 對不對 這就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的飲食 跟我們台灣的飲食 可能還有基因 當然都有關係啦 當然這個 所以有機會去美國看 你知道美國胖子真的很多 美國胖子 尤其不只是年輕人 到成年人 更是胖得一大糊塗 真的啊 在美國就看的幾乎都是很胖的 因為他們Buffet 常常在吃Buffet 常常在吃到 吃到飽了一大堆 而且又很便宜 又便宜得要死 以前我記得我那時候剛去美國 那時候台灣也有 開始有已經 1989年出國 1989是70幾 那時候你們搞不好都還沒生嘛 70幾年 那時候台灣自助餐可能還沒那麼普遍 非常少啦 大概可能幾家高級餐廳才 然後到美國去 哇一大堆自助餐 我們那邊 那時候最便宜的自助餐 吃到 就是all you can eat的那種概念 然後我記得才美金4.99 美金4.99 如果我們那時候 我出國的時候 正好美金最便宜 美金 台幣很貴 美金比較便宜 那時候才 才多少 27塊還28塊 現在多少 30幾嘛 那更早期 早期出國的人 學生最辛苦 因為那時候是40塊比1 這40塊台幣才換1塊美金 那我出去的時候 是27塊28塊換1美金 所以算還OK 那你就把它算成30塊 4.99 因為美國很多價格都是99 點99 為什麼 因為它讓你覺得 沒有那麼貴 它寫5塊你就覺得很貴 但是你寫4.99 美國人比較笨 所以他就覺得 好像比較便宜 結果去吃了 沒有啦 就變開玩笑 有美國人的不要介意啊 美國人不要介意啊 我兒子也是美國人 那4.99算5塊好了 換成台幣也不過才150嘛 150塊可以吃到那麼多東西 那時候留學生去的 平常吃的省的鑰匙 到週末就去吃一頓 我覺得150塊可以吃到爽 吃到最後甚至想吐 那你看美國人 他們幾乎是幾乎常常在吃啊 所以你去看那種餐廳 很多都是胖 美國很多胖子 所以這個 大概是這樣 另外這個年輕人啊 17%是胖 所以呢 他主張 所以這時候又回來 你看啊 他的虛無假設 他的這個比例呢 0.17 這個是他研究者的主張 他的主張 那他認為 有沒有拒絕 我們認為他要拒絕這個主張 所以他就是 拒絕他也沒有說 他是大於或小於 所以當然就不等於 好 所以虛無假設H0 是他的P等於0.17 他主張 他的對立假設就是P 他的比例呢 不會等於0.17 那是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 又回到用 用那個 又回到用那個 叫什麼 呃 Z減定 所以呢 α等於0.05 所以 這是雙尾的 雙尾的 減定 所以臨界值是1.96 這個會算啦 會不會 用Excel 你們知道α等於0.05 是雙尾減定 這個1.96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了 會算嗎 還是還要再講一遍 混亂了 這個1.96 會不會弄 會啦 好 你會弄就代表全部人都會弄 那 α等於0.05 是雙尾的 不要忘記是雙尾 強調是雙尾 所以雙尾 你如果真的要算的時候 記得要把它除以2 因為他 因為Z減定 Z的那個標準分配 Standard Debt 標準常態分配的這個公式裡面 他是沒有雙尾的東西 所以你變成自己要去設定 雙尾 算出來是1.96 好 那接下來算他的減定值 是p hat 那當然減定值 你要先算出他的p hat 那p hat 就代表他的實驗的 binomial distribution 實驗的結果 是n分之x 那取樣的話 200個人 得到的pound是42 所以是0.21 那p hat是0.21 但是我的p given 是0.17 那q呢 因為我們需要算q 所以q也要算 q就是1-p而已 算出來0.83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代入這個Z減定的公式 可以算出來 他的Z減定的結果 他的Z value是1.51 好 Z value是1.51 這時候就可以跟什麼 臨界值來做比較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1.96是他的critical value 臨界值 那1.51是落在這邊 所以他是落在什麼 非拒絕域 所以不拒絕虛無假設 因為他是落在非拒絕域 那所以結論 沒有足夠的證據拒絕 沒有足夠的證據拒絕 2到19歲 他有17%肥胖的主張 類似這樣 好 這就是比例的概念而已 好 再來看一個例子 來 李欣雅 唸一下 好 所以 所以蓋洛普這個調查 還調查正多 他連犯罪也在調查 蓋洛普 這個好像是一個 還滿大的一個 一個 center 這個中心專門在做一些調查 台灣現在好像也有 台灣以前早期 我是好像沒看過 但是最近有幾個報導 都看他們是蓋洛普的調查 好像是一個公司 變成是一家公司 專門在做民意調查 好 那20% 23%的擁槍者 有槍者 所以當然是 美國是合法 可以什麼 可以持有這個槍械的 那有23%是女性 將近四分之一是女生 所以女生也要有槍 對不對 那 那他 認為他的去 他的社區 沒那麼多 所以他就挑 他們社區100位 看看 那發現是11位 那我們要看看 要來檢定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一樣 步驟1 H0 他的P應該是0.23 那他認為他的社區比他少 所以就小於0.23 這是他的主張 主張 那小於的話 所以這是一個左尾的單位檢定 所以算出他的臨界值 α等於0.01 算出他的左尾單位檢定 臨界值是-2.33 找出來之後 再一樣算出他的P hat 那P hat他已經直接告訴了 你知道 P hat是0.11 那我原先的母體的P是0.23 所以Q是0.77 代進去這個公式 就馬上可以算出Z是-2.85 那接下來就是 比-2.85跟-2.33的左尾檢定 所以呢 -2.85比-2.33更左邊 所以我們就把 認為他的這個值是落入什麼 拒絕域 所以步驟5 有足夠正義支持 他的這個社區裡面的女性 有擁有槍支的百分比 是低於23% 就這樣 好 這也很容易 好 這一題 蔣傑庭 沒有人 好 好 謝謝 所以這個是 一個也是一個社會議題 就是 就是來自USA Today USA Today是美國也是一個滿大的一個報紙 那他們要用硬幣取代紙鈔一元 一塊的 美國現在有沒有一元的硬幣 我記得好像好像是沒有 我記得是沒有 應該他們最大的硬幣就是quarter quarter就是四分之一塊 所以美國好像最大的硬幣就是quarter 四分之一塊 接下來就是一塊錢的紙鈔 類是這樣 那他現在要不要出硬幣來取代紙鈔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我特別為什麼把這個刮起來 刮起來 這個比例這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要稍微注意的 這個 他認為至少有77% 至少有77%來反對 那至少意思是什麼 至少是至少的字面意義就是如果把它換成數學意義 至少是什麼意思 換成數學 至少 至少換成數學的符號意思是什麼 大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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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至少就是大於等於77% 他認為是反對的 那 他為了檢視這個主張的正確性 那 他檢定什麼 他 反正就挑了80個人 發現了55個人反對 那 他檢定 至少有這個民眾反對這項主張的 這項改變的主張 那至少當然是大於等於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用大於等於當成是一個主張的話 那他的對立假設是什麼 就是160而已啊 你大於等於 他的對立 小於 小於而已嘛 是不是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把這樣的概念寫到我們的這個虛無假設跟這個對立假設 就會有一點小小的麻煩 好 因為你的對立假設 你的主張是大於等於 但是你的對立假設是小於 那小於當然OK 他可以變成是一個對立假設 但是大於等於能不能變成是虛無假設 那我們說過 我們現在的 這邊所有的這種假設檢定 都是用等號當成虛無假設 是不是這樣 那 好 那沒關係 三不轉路轉嘛 對不對 我們常常在哪邊常聽到這句話 三不轉路轉 反正都有很多替代方法 所以 當你沒辦法用大於等於 表示成你的一個主張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用等於也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假設檢定不外乎就是 虛無跟對立嘛 那 現在看起來你理論上應該是要把大於等於 當成是你的虛無假設 當成是你的某一個假設 那你的對立假設就是小於 那 但是因為我們的虛無假設 沒辦法放大於 沒有辦法同時把大於等於放進去 所以它只有等於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寫成說 我的虛無假設就把它寫成是 就是它的百分比等於0.77 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等於0.77 其實就是相當於 它就是大於等於0.77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可以cover到我們的主張 大於等於的至少等於那一塊 那至於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就是什麼 就是小於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有碰到這種問題 以後 以後如果碰到類似 我們在考試也好或怎麼樣 當你要檢定這種百分比 然後它是那種至少 至少多是什麼 或至多 甚至連至多也可以 因為至多是什麼 至多就是小於等於 那小於等於就是小於加等於 對不對 那它的對立假設呢 就是大於 所以類似這種概念的話 你就必須要稍微去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你的假設主張 你的這個假設 所以大於等於這是你的主張 但是我們這時候用什麼 等於來代表它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要搭配我們的這個 檢定的虛無跟對立的概念 那虛無我們都是認為它是等號 所以我們的虛無假設這時候呢 P就讓它等於0.77 那它的對立假設H1就是0.77 那接下來就開始follow一樣 我們剛才的那個過程 所以先α0.01 那這個是小於 所以是單尾檢定 是左尾的單尾檢定 算出它的臨界值-2.33 那接下來算它的檢定值 那這個檢定值p hat告訴你 80個人取一樣55個人 55個人是怎麼樣 55個人是反對的 55個人反對 所以它百分比是0.6875 那原先母體的p是0.77 q是0.23 所以直接去算它的z 那這個z算出來是-1.75 那-1.75 那接下來這個步驟就是看-1.75 跟-2.33 那當然-1.75 是落在什麼 落在非聚絕域 那既然落在非聚絕域 最後的結論就是 就是說你看喔 它這邊-2.33 是它的這個臨界值嘛 臨界值 那我這邊比它高 所以它至少 跟它的大一點不顯著了 雖然它還是沒有跟它很接近 但是還是不顯著 所以我們結論就是 沒有足夠證據支持 有少於77%民眾反對使用1塊錢的硬幣 來取代議員的紙鈔組長 懂不懂 所以我們就把它大於等於換成 用等於來表示它 這個只是一個重點 OK 這個地方注意 考試我記得去年 好像期末考考但是這樣 就是很多人就搞不錯了 因為重點是至少 至少的話是大於等於用等號 然後來取代這種概念 要注意 好 這裡也同樣的例子 來 陳惠弼 請念 謝謝 好 這個也是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它這個主張是什麼 超過25% 主張超過25%的律師會打廣告 那 那它取樣 就常常取200位 然後63位 它有使用過這個形式 那要主張 這個主張 就是說在0.05的這個alpha 情況之下 有沒有足夠正義支持它 那我們用p-value的方法 好 那再使用p-value 那p-value其實跟z-減定 我們說過其實就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是在使用這個p-value方法的時候 你還是要先主張 要乘述你的主張 要確立你的主張 那這個時候呢 它 它的主張是什麼 它主張是超過25% 那超過25% 當然 它的概念是什麼 超過應該就是大於 超過跟至少是不一樣 對不對 以文字上來描述來看 剛剛說至少 至少是大於等於 超過 超過應該就是大於而已 對不對 所以超過如果是一項主張大於 那它的 對立的主張理論上 或是跟它相互斥的主張 應該就是什麼 應該就是小於等於 那小於等於的情況之下 因為這種比例的概念 比例的概念 才會有這種特別的情況 所以 我們這時候它的虛無 大於 這是它的主張大於 所以我們把它 直接放在對立假設 因為它是大於 它本來就不是等於 那所以我們的虛無主張 最多就是等號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我們的虛無主張 還是把它假設成等號 但是這個等號 其實代表意思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小於等於的概念 應該是小於等於的概念 所以要知道 但是我們為了要方便 去做這種假設檢定 所以當你的 你的這個 對立的主張是大於 那你的虛無假設 還在拉回等於 但是等於 其實它某程度 是代表小於等於的概念 所以這樣的話 你把這樣的一個問題 先把它利用數字的 利用數學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把它呈現出來之後 接下來其實就是 就去算 去算 那用p value 那用p value去算的話呢 它取樣兩百個 六十三個 有用過 所以是0.315 那母體的p是0.25 那母體的q就是0.75 然後一樣去算它的z 計算它的減定值 算出來是2.12 那這2.12 我們並沒有去對應什麼 對應剛才的這alpha 是0.05的什麼 0.05的那個 0.05的那個 0.05的 critical value 我們並沒有去算它 critical value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直接 去算它2.12所對應的p值 那2.12所對應的p值呢 是用norm.s.dist norm.s.dist 然後1是代表它累積嘛 那這個累積出來 結果是0.983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z如果是在2.12這個情況之下 我從這邊所累積 或者說剛才這個 類似這個概念 這時候是z z如果是等於是2.12 那從紅色的面積所累積來的面積是多少 0.983 那我真正的p值是多少 真正的p值要用1去扣掉它 所以得到0.017 好不好 因為這個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它沒有像t-d那麼方便 它直接給你 給你右尾或者是雙尾 所以你變成自己還要先去什麼 先去算它的distribution的面積 然後再用1去扣掉它 才是真正是你的右尾的面積 好 那知道之後它的p value是0.017 0.017 那對應它的這個 這個是它的z所對應的0.017 那對應我的α α是0.05 所以0.017 是小於0.05 所以當然它是落在什麼 落在比較右邊 所以是落在什麼 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結論是有足夠正義支持 有超過25%會打廣告 因為它是落在拒絕域 落在拒絕域 所以這個是超過25% 好 好 這個例子你們也是回去自己看 好 休息一下 我們之後再看這個 謝謝 謝謝 謝謝